补肾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 如何通过一个小动作 能够快速帮我们提升肾气 大家都知道我们腰为肾之福 我们强腰就一定能够起到强肾的作用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动作叫做 后踢腿斩手上扬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动作 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 强健腰部的肌肉力量 拥有一个强大有力的腰 不管是对于男人还是女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下面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来练习 这个增加腰部力量的干货动作 首先咱们原地站立 双腿打开与肩同宽 站好之后 咱们抬起一条腿 大家看 腿向后去崩 同时咱们的脚尖向前去崩 大家看 好 抬起一条腿 然后咱们的双手手臂向上抬起 来到最高点 这个时候我们身体 做一个反攻的姿势 大家看 抬起一条腿 绷直 手向上 好 然后手落下 腿落下 然后再换另一侧 好 抬起一条腿 手臂同时抬起 一 二 大家坐的时候不要太快 跟着我这个频率 坐就可以 好 一 二 你会发现在我们身体向后 做这个反攻动作的时候 这个腰部有非常明显的 发紧发力的动作 这个动作在咱们做的时候有几个重点 第一就是在我们手向上抬的时候 手臂一定要伸直 有的人他这样去做 这样是完全不对的 只有在我们手臂打直的时候 才能起到让腰背部的肌肉 绷直绷紧的作用 另外在我们后踢腿的时候 也是要求咱们的脚面要绷直 同时 膝关节不要弯曲 如果膝关节咱们弯曲的话 这个力也会大打折扣 这样在一个拉伸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身体形成一个反攻 整个反攻的动作 能对我们的腰部以及腰肌 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这个动作 那么建议大家 每天早中晚 我们可以抽出3到5分钟的时间 来练一练 大家坚持2到3周以上 就能够很好的 起到一个强健身体的作用 增加咱们腰部的力量 增强咱们的肾气 让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会游刃有余 大家记得一定要收藏起来 然后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 咱们通过这个视频 去帮助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你们的朋友 运动大明星 咱们明天见 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哦